大家好 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车 以及电池出口国 很多人都说 看看中国多厉害 电动车领先全世界 遥遥领先 但是他们有很多真相都不知道 就是中国有很多的电动车品牌 他们自己行业之间的厮杀十分惨烈 最近他们又爆发了减价战 当然 减价战是从特斯拉开始打起的 因为他们现在在中国减价 比亚迪也是一样 最近也是在大量减价 理想汽车也是一样 最近也是宣布减价 因为特斯拉减价 所以他不得不减价 不然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会光顾他们 从4月22日起 理想的L7 L8 L9 还有Mega会更新全新的价格 减价如下 L7是18000到2万元 Mega是由55万多减到了52万多 减了差不多3万 当然 减价会导致股价下跌 那为什么电动车要减价 因为中国的技术根本比不上特斯拉 但是现在已经超了很大的一部分 既然他比不上特斯拉要减价 那为什么还会亏本 因为中国的电动车每辆都要亏本 即便寻赚钱的比亚迪 也是要靠国家的补贴才能够赚钱 如果没有了国家补贴 实际上还是亏本 为什么 因为他们生产的电动车 由于技术不过关 所以实际上他们生产的车成本 会高于卖出的价钱 不然的话 他们就做不到市场的要求 也就是说 本身因为技术不够 所以就用材料来搭救 人家用一块芯片就能搞定 他就起码要用四块 用四块芯片成本就会增加 结果他的制造成本 就比他卖出去的价钱要高 例如小米的雷军 他说 他们的小米汽车 实际上卖一辆 平均要亏11万4千元左右 有很多网友说 我们要体恤雷军 我们不要让他亏得那么惨 我们不买他的 当然这是网友在故意戏耍他 是高级黑 其实 雷军在大陆也是受到行家的追击 现在小米采进市场来卖车 而华为也是在卖车 现在华为更是在明摆着要抢客人 说任何人只要拿着小米SU7的订单 去买他们的质借S7 就可以减5千元 就是你只要出示小米的订单 我就给你优惠5千 意思就是明摆着要抢客 华为现在推销S7的新招很明显就是要挖墙脚 直接告诉你 总之你如果跟小米签了订单 马上就可以当做五千元现金券 在我们这里买车 这就叫做大陆内卷无底线 明摆着就是要挖墙脚 抢你的生意 据华为的员工介绍 在小米的SU7上市了久之后 华为的各大门店就推出了这种优惠 目的就是想要抢小米的客户 这个优惠预计会持续到5月底 按照这个优惠政策 任何人只要持有小米SU7的订单 来购买任何一款华为的质借S7 在付款完毕之后 门店会直接给客人返还五千元 以补偿他买小米SU7取消订单的损失 华为门店的员工说 主要原因是考虑到SU7的提车时间比较长 很多车主都等不及 因为他们的技术不过关 所以制造时间要长一点 结果华为就抢了他们的客人 因为他们等不及 给了钱之后都是想快点到手 于是就去华为买 华为就趁着这个空档去挖墙角 其实大陆的电动车全部都是有政府的补贴 以前在中国有很多电器 尤其是摩托车在90年代几乎横扫东南亚 整个东南亚的摩托车全部横扫 使得日本的牌子一度要撤出东南亚 根本就竞争不过 太便宜了 结果由于种种问题 质量不好 因为价钱便宜 家家都是放屑式的 中国人做生意的手法就是一窝蜂 当有一门生意赚到钱 隔离就会马上多开两家 然后再过没多久就会有十家二十家 越来越多 满大街都是跟你做同一门生意 所以他们这种歌喉是特别厉害 他们就只能够逗价格 我要比你便宜 那怎么样才能比你便宜 就是亏本卖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电动车 都是卖一辆亏一辆 全部都是靠政府补贴 因为政府鼓励他们做电动车行业 电池也是一样 所以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和电池 全部都是靠这样来打击其他市场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起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但是最近在欧洲 有大量的中国电动车 滞留在在关口 当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需求 这样 他们只能暂时被迫 先当作已经出口了 先运了过去 到时候 如果有人要就马上到关口提货 结果又要被罚款 又要租仓库 因为已经运过去了 根本没办法回头 所以 只能够被迫当作是已经出口 因为你收了政府补贴 政府会给你补贴现金 他们拿到了政府的钱之后 就再去搞下一批货 有很多做电动车和电池行业的人都说 其实 按照现在目前的情况 中国电动车的那种内卷 不出5年 整个行业就会崩溃 为什么 因为你能做的 只有比价格便宜 质量方面 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因为技术不过关 芯片不行 当芯片不行的时候 你就要用质量来搭救 就是要增加成本 华为做手机 实际上 华为最新的那款Mate60也亏本 为什么 因为人家只要一块芯片就能搞定 但是你却要四块芯片 才能够做到一样的功效 结果手机的体积变大了 又容易发热 而且成本比卖出的价钱还要高 因为你的价钱如果跟iPhone一样 人家一定会去买iPhone 连看都不会看你 所以你要比iPhone便宜一点 除了比iPhone便宜一点以外 你的功能也要追得上 这样子一算成本又不行 所以华为卖的手机也是要亏 华为的手机卖一步亏一步 卖车也一样 现在中国的电动车有华为 蔚来 小鹏 理想等等 再加上特斯拉 特斯拉是赚钱的 因为它的技术没有问题 所以小米或是其他华为 如果要做到功能跟特斯拉差不多的话 你就需要不惜工本 结果投资下来的成本过高 只能够亏本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会加剧他们的内斗 加剧他们的内卷 在价格上互相竞争 然后割喉放血 越斗越便宜 最终就把整个市场搞砸 至于他们卖到西方的产品 西方的标准和力度 比中国要高多了 所以质量肯定不会差得太离谱 不会自己无缘无故自然烧死人 但是始终还是非常容易坏 最近欧洲政府已经要求 中国的电动车的电池 必须主动收回 才允许入口 电池过了四五年之后 要收回 因为电池造成污染 比起油车更为严重 四五年之后就要报废了 现在中国的电动车企业 必须要打包票 必须包办回收电池 才会让你进口 要不然你进口那么多的电动车 将来那些电池 全部都是废物 就像核废料一样 难道还要我来帮你处理不成 当然不可能 所以在这里又是一笔成本 这件事证明了中国人做生意 就是杀鸡除卵 杀了再说 将来的事将来再说 将来公司都要破产了 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卖给你 什么事都先答应你 其他的以后再说 现在西方政府要求他们成立一个回收部 但是他们将来如果资金转不过来 倒闭了怎么办 没错 他是承认了会去回收那些老电池 但是到时候他的公司倒闭了 你又能怎么样 根本就没有办法执行 除非你像大陆卖房那样 预告交易比保证金 保证你不会烂尾 如果不烂尾的话 我就还给你 那你能不能要他放一笔钱在你这里 我相信接下来的趋势 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这样的话就难办了 为什么 因为处理电池要花一笔钱 你没买出一辆车就已经亏了 因为你只有收了中国政府的补贴才有的赚钱 不然的话肯定会亏 中国政府就是想要帮助汽车工业 搞砸外面的市场 所以才不断给这些汽车补贴 所以最终肯定会出现自己在互相践踏 内卷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在小鹏汽车打折 理想汽车又减价 大家都在互相斗争 斗到最终只会剩没有多少家 而且还出现很多问题 根本就不环保 在英国更是不值得买 原因是就算忽略电池损耗 英国的电费也贵得要命 比你开传统油车还要贵 宁愿开油车也不开电动车 而且电动车上坡的马力会差一些 如果要做到好像特斯拉一样 这么大的马力 你又要多花费很多钱 每一件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 正如中国为什么自己做不到自己的航母 因为他的钢水不行 所以他就要多投很多钱进去 但是投了很多钱还是不行 所以福建号迟迟不敢亮相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刚才不行 电动车和电池行业也是一样 内卷很严重 经济出现互相割喉 互相减价挖墙脚 电动车是中国政府现在觉得 唯一可以成功的东西 但是当你的产能不断过剩 西方也一定会加大贸易限制 一定会收你很多关税 因为你这是政府补贴的行为 这样就会加速中国电动车的死亡 他们的业内人士估计 不出五年 这些电动车和电池就会全面崩溃 到时候就会进入一场很残酷的淘汰赛 能生存下来的根本没几家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